画面上的小轿车陷入熊熊烈火 地上已经躺了不少平民 生死未卜 还听到持续不断的炮击声 这里是乌克兰东部惨遭轰炸的克拉玛托尔斯克 但类似情况早就不是个案 交战过后的乌北 同样出现惨况 俄罗斯无差别轰炸 更糟糕的是英国情报机构发现 俄军从乌克兰北部撤退后 不但挟持平民当肉盾 还在民宅内装设地雷 完全无视人命 而这点更能从乌克兰 截获的俄罗斯军队通脸证实 不管对方是不是军人或军事设施 想炸就炸 女性沦为恶军性情对上 连狗都不放过 俄罗斯官方不断强调没有犯下这些战争罪 但指正利利让俄罗斯的反驳 仿佛当面说谎 更糟糕的是 类似情况在乌克兰境内 恐怕还是进行事 暂时新闻 中文号报道